民眾黨的監票人也就是新科立委林國成 一直不斷的跟他們來做解釋 但是呢 還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完整的解答 那麼呢 針對這個部分呢 剛剛說到林國成在議場前受訪的時候 也針對這個部分 特別聊了一個在這個部分的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聽一下他怎麼說 對啊 這種投票 說實在的 尤其在投票當中 那今天的所有的印尼確實是很潮濕 所以你沒有蓋票經驗的人 你用重一點力 確實是會有這種情形 那質疑這些 他並非是細異 那這個我回去還要跟反彈來做報告 那因為和諧起見 所以最後我也做適度的推拉 所以這個票既然不影響嫌疾之結果 所以我們做適度的推拉 那當然如果今天這張票他們認定是這樣 我希望下一次立法院的選票 也不能因為是民眾黨就無效票 那其他黨就有效 那如果這樣我們還是會抗爭到 如果這個標準是這樣 我希望以後標準都一樣 這樣的話當然做退讓的這些做法 才會達到真正要求 說立法院要一個很清白的選票的乾淨 那我也認同 但是我希望以後都比較白 我認為現在他們下主席知道了嗎 主席之行了嗎 主席之行了嗎 這本來就是團軍團出 這張票很明顯是蓋給黃珊珊的 這張票是蓋給黃珊珊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這張票是很明顯我們的規章 言得規章是黃珊珊的票 請問今天翻證的事件 你們第二輪還是不會投票嗎 不曉得 這等一下我回去跟總召啊 跟我們團團報告以後 我們再做適度的這個適度的這個處理 以上跟各位報告 委員你的意思是指說 我們有可能第二輪還是會投票的意思嗎 沒有 我們回去跟總召我們開完團團會議 我們再來做典型 好不好謝謝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